大陆外长王毅出访美国的前一天 习近平向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出道贺信 也借此发表最新的对美谈话 习近平表示希望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而同一天他也在北京接见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这趟中国行受到中方热烈招待 第一站到深圳时大大赞扬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在这里因为的高度和角度 这不是小的 你们在世界上没有做到任何地方 我们在这里在那里 那里的启动 也在你所说的专业 我们在一起工作 美中关系走向离不开 俄乌以及尾巴冲突等国际局势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在S平台举行的一场线上座谈 提到当今局势恐怕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引起与会的美国精英热烈讨论 参与座谈的国际机构 以及华尔街金融巨头也都认同 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造成风险不容忽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S平台举行 TB 中文字幕——YK